梦读《轮雨续续》第一册第484页 坐下来 听课也是达到血缠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生与心 你的性都不能静 不能安 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干扰 那么你坐在这个莲花椅上 就会如注针毡 就会很烦躁 如果你的心越烦 干扰就越多 念头就会越杂乱 所以当你进不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受选 受选是要你把你的 自己给平静下来 要把自己的心给安下来 达到一种平静 心如治水 能心能平静 方能应万事万物 清静经不是告诉你 要长清长静 你天天念经不懂经意 那么你只是有极有求福吧 不是求智慧 你读经诵经要明白经 如果你能够把它实践于生活当中 那么你天天都是快乐的修行人 人修到半岛会不快乐的原因 是你不知不明道 如果你明道了 其实哪怕你遇到很多挫折 困难不平 你都会把它视为是上天给你最好的锻炼此击 如果你在这个时机能够走过 你将来才能够脱颖而出 耐烦的人才能够有所成就 尤其时下年轻人都很不耐烦 性情都很糟 一个心情很烦躁的人一定少有智慧 所有的事物都会搞得一塌糊涂 修到人要越修心性越平和 心性平和才能产生妙智慧 心能常清常敬才能硬是硬物 那么你遇到任何困难 都会由妙智来因人而解 如果你常常发脾气 性情浑浊 人家就会说你